这是一个老唱片 这是一张老唱片 我们从外边收集到的 这个老唱片里保存得非常新 非常完好 我们就想听一听 老唱片里面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歌曲 和什么样的一个乐曲 我们要挖掘一下 免得这些老唱片失去了它的功能 另外有很多值得收藏的乐曲 我们需要听一点 看看这些老唱片 还有什么保留价值的乐曲 这是老唱片的图 它留下很多记忆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它的乐曲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值不值得我们收藏 我们现在把老唱片已经放在我们的唱题上了 我们要看一看 看下这里边的乐曲 这个乐曲是一个大型的交响乐 演奏的还是比较宏大 这个乐曲演奏的非常喜音 非常动听 场面看上是很宏大 当年录制这首音乐的时候显得非常宏大 我们觉得这种唱片有保留价子 可以大家看一看 它是七十八段的唱片 我们用一台老式的唱片 进行播送它 我们要挖掘这些老唱片的内涵 因为它留下了历史 留下我们过去的记忆 这些老唱片都值得保存 我们有很多老唱片 这是第一部分 今天留给我们的听众 我们听一听当年的乐曲 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 这样的乐曲这么好听 有人将它丢弃了 很可惜 老唱片记录了过去的历史 老唱片记录了过去的历史 这段历史 是显为因子 我们保存了很多老唱片 你看看 一张一张的拿给我们看 这都是我们保存的唱片 这都是我们保存的唱片 是不是 都很好 我们都想听一听 不妨我们今后 经常听一听这样的老唱片 这些老唱片 都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不能让这些老唱片 失去它的功能 这些乐曲 我们都要听一听 留给我们的记忆 很不错吧 这些唱片 如果随着我们摄像记忆 我们都会把它放出来 叫大家听一听 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老唱片 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老唱片 虽然有些人 不觉得他们很宝贵 将它丢弃 但是我们觉得现在 应该是时候 发掘一下 让大家了解了解 这些古老的唱片 他们过去的功能 和过去的记忆 这些老唱片 都非常宝贵 都非常宝贵 它跟我们过去留着的录像带一样 都是非常宝贵的 这是我们保留的正常版录像资料 现在大家也不用这些东西的吧 是不是也不用了 当年这些资料有它的架子 我们都把它丢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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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时代的历史 留下一个时代的记忆 可惜呀 你们还认识吗 这样的唱片 见过吗 看着 非常小的唱片 唱片很小 这样的唱片 这唱片 都很多内容 不凡我们今后 要停一停 看一看 我们还有很多镭色光碱 嗯 老唱片留下了历史记忆 老唱片留下了永久的声音 让我们留恋记忆 过去的历史 过去的时光 过去的音乐 都珍藏在老唱片里 听听他的音乐 很好听吗 这首乐曲还是不错的 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就是这首乐曲的名字 乐曲的名字 我们觉得这首曲子非常好听 如果我们有需要 可以把这首曲子重新录制一遍 灌在我们影视作品当中 作为背景音乐 也是很好听的 记住吧 这些老唱片 都是我们过去那个年代的 留神级音乐的记忆 这些唱片的诡计 这些唱片的诡计 音乐就是一段历史 就是那个年代留为我们的声音 它永远保留在这个刻文里 就是那个年代的音乐 它保留着记忆 保留在我们童年的对音乐的探索 我们的名字 我们的名字叫做老唱片 今天是老唱片翻唱第一集 我们是不是醉了 醉了吧 醉了吧 我们一定要 守住老唱片这样的一个净土 看到没 就是净土 我们要 从中 发掘 我们 那个年代的 流行 流声音乐 这是第一面的唱片 这是第一面的唱片 稍后我们还要将这个唱片翻过来 因为老唱片是两面的 我们听完第一面 我们再听第二段 就是第二面 乐曲很好听 乐曲很好听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 说明天 杨核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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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第二首曲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然的唱片你见过吗 看看,很亮吧 这是镭射唱片 就是这样的唱片 我们有机会再把它翻录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老电影 这个东西你见过吗 这个东西也很好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我待会打开给它看看 我待会打开给大家看 看到了吗 这是什么 这是老式的电影机 我们看一看 这也是收藏片 8.75毫米的 也是留给我们流程记忆 这就是老式的贝尔的放映机 这个东西 你可能知道 它是我们现在用的投影仪 老唱片的声音 老唱片 值得收藏 下面我们带给大家听一首 我们老唱片的第二首曲子 这是一张黑胶电幕唱片 是我们从外边一个垃圾厂捡到的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唱片 也很有收藏价值 我们把它找回来 也想给大家听一听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老唱片 这可能是七十八段的 放快速度 这个唱片虽然老了一点 有些损坏 但是我们觉得它的曲子 也非常完美 非常好 这可能是一个 这是一场歌剧的唱片 我们曾经听过 觉得很好 很有价值 你们听一听 这首曲子我们觉得很熟悉 不知道是什么曲子 可能在那个电影当中看到 这是唱片的名字 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现在听来也很好 尽管是老唱片划出来的声音 下一首曲子 唱片有些损坏 但这首曲子我们很熟吧 我们在有些婚礼清廉当中 听过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可能是叫做结婚进行曲 婚礼进行曲 看着 播放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尽管是老唱片已经损坏 但是我们听到 依然感到 这首曲子很亲切 又回到了当年 唱片有些损坏 可能挑了一些线 再听一遍 再听一遍 排在这首曲子 排在这首曲子 在这首曲子里边 这首曲是播放完了 接下来可能是 这个唱片 接下来的是一个 整集的一个歌剧 我们听到了他们 演员的 用 其他族语的语言 唱的是歌剧 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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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张七十八段的老唱片 年代久远 记忆游戏 我们发现这两场唱片的歌曲 我们还是很熟悉的 感到很亲切 是不是 他们的歌唱 他们的语言 永远代表那个时代的记忆 那个时代的文化 那个时代的 人们为了追求一种快乐的一种意愿 解体一下 订阅 耶和国人 麓mee的 祢祝 这个座监 祢队 这个座监 dd这是座监 在这里 準備进入监 音乐的信息 和声音简单 晚安